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參酒館的老闆林洪偉 大家好 然後是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還有作家苦玲 鄭大哥 大家好 以及命令老師周映君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媒體人林玉峰 大家好 歡迎五位 這個我們今天主題是自以為的理所 當然 這個為身邊的人付出 得到的 這個有時候你會感覺對方覺得是理所 當然 那時候會蠻氣的 覺得很不值得 然後現在我們在家庭 在職場 在朋友間也都面臨同樣的情況 然後要怎麼樣我們才不覺得受傷呢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那有一位人妻最近他上網 他po文說 小姑把哥哥股票的錢當成是自己的 而且認為理所當然 玉峰他怎麼說 好 這個人氣非常的火大 因為你知道最近台積電的股票 過年的時候六百二十塊 你過年沒買現在八百二十塊 你就不一定買得下去 但他老公很棒 他老公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也是做科技產業相關的 所以跟同事 台積電沒買 那個時候台積電才兩百多塊的時候 就買了 買了大概十張左右 那現在就發達了 八百多塊 那他有一個小他十歲的妹妹 也是就是這個po文人妻的小姑 那那個時候他就不愛撤錯 結果他先生就是這個哥哥 就跟這個妹妹講說 台積電都有分配現金鼓勵 就是你去念個大學 那這每年 反正我股票 我賺資本利得 我賺的錢我來 那你的部分 你就是收股利 就類似什麼 獎學金 那這麼多年來下去 不錯啊 有去考了大學 考上大學了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念完了 然後這個小姑還是持續要求 還要繼續領這個獎學金 然後哥哥也是繼續給 可是這一年 今年來講的話 這個人妻講說大寶要念幼兒園了 所以就把這個現金鼓勵 就等於說這個股子 這個現金鼓勢就拿去付了錢 付了錢之後呢 哥哥也沒有特別講 反正就是沒有匯給妹妹就對了 因為錢拿去用啊 可是妹妹還是一直暗生有這條錢 要進來 那就一直一直去催出哥哥嘛 那哥哥就跟他講說 就是你大嫂就是把錢拿去付大寶的學費了 那這個這有個沒工 他們家可能不只一個小孩喔 你會叫大寶那肯定有二寶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有兩個小孩 那表示說家庭會不會是 所以太太就講說 不管啦 這筆錢我已經拿出去付掉了 但是這個小姑就一直吵著哥哥說 還是要到目前為止 到他PO網的時候 還是要一直叫他說你趕快把錢匯給我 是 這個網友分成兩派的看法 一派說不應該再給了 吵個幾次小姑就不會再要了 你不要都不要給他 另一派認為說 這是老公婚前買的股票 人妻其實是沒有權力管 老公決定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我先請教一下周老師 你覺得稍後去把動作 這是他應該拿到的錢有合理嗎 沒有合理啊 這當初是因為有這個股息 因為台積電 他本身的股息還算 鼓勵股息還算不錯 那因為哥哥就是疼妹妹 所以他才會說 要獎勵你去讀書 所以他才會把這一條錢說 阿蓋你拿以後 我把這條錢給你作獎鞋金 那不代表說以後永遠是給你 就是說你要在這個財主中間 我給你作獎鞋金 但是因為他有家庭嘛 每個人都有家庭嘛 家庭一定娶媽也要生小孩嘛 小孩也要財主 以後這個獎鞋金 當然是要拿到 回來鼓勵自己的小孩 因為鼓勵自己的小孩 因為財主是要給他 要是要鼓勵嘛 所以這是不應該再給小姑的 對 但是這個問題是誰 大嫂是不是應該出來喊這個話 我覺得大嫂是也沒有這個權利啦 因為為什麼你聽說人家這是他分錢的事 所以說人家他聽不懂的感情如何 那是他們的事 所以你不應該說不行 我這個錢我要拿回來給我兒子 這樣這個有一點點的過頭了 所以一個打五十大板就對了 不是 現在這個事要怎麼樣呢 就把我覺得少少要把這個問題推給哥哥 哥哥要很圓滿 很婉轉的跟妹妹講 妹妹也要自己知道 人家說合格在哪裡 自己要知道自己的道理在哪裡 這做這個不知道會完不完 這根本就不用差了 這個不過我老實講 周老師 這個台積電股息不錯 這個話 我修正一下 台積電是股價很好 公司是好公司 他股息其實是不好的啦 因為他股息大概都每年只派發三成而已 比方說他他今年這個賺一百塊 結果他只拿三十塊出來給股東 一般 你知道一般的公司 正常公司大概分多少給股東 你知道嗎 多少 六成 六成算不錯 所以像他現在這樣 正常是六成 那如果你分給股東七成八成 那這公司真的就算慷慨 對 那不能講台積電不慷慨 是台積電很多錢 要賺的錢 要存錢去再投資 那現在他十張股票 他大概他可能給他妹妹一年是多少 如果以最近二零二三年來講的話 他是分四季配 然後有時候三塊 有時候四塊 大概就算一張大概是一萬塊 一年下來大概十幾萬塊 差不多 一萬塊 那有十張大概是十萬塊 對 可能怎麼樣 我覺得這都是辣的 你還給我問 你拿這張 沒有啦 我 我們那時候是十張配八張 所以配很多 對 那時候有股票鼓勵 是 好 這不用話 你已經賣掉了 這個全台灣有 可能有 我不知道幾百萬人跟我一樣 在後悔說 為什麼我把它賣掉 一張都不存嗎 一張都不存 因為我賣的話我都會留一張 因為我全部賣掉 你就會不知道他的未來 我都會賣的話 我都會 還會關心 不是 你要關心 好 我們不要講台積電 那會很傷心 你演話 老師你也有 心痛 心痛 老師你準備多少 對 那個時候都是一百多塊而已 那多少賣掉 可能是差不多兩百左右 翻白這樣有賺到 有賺很多錢 對啊 那都一買幾錢而已 那錢比較沒那麼多 沒有啦 他想說 如果放到現在 不得了 對啊 好走 對啊 對啊 我覺得那個 結果這是兩個 剛剛其實總老師講的好了 想不到講到這個話題 叫大家這麼傷心 全台灣都一心瓜 很有感 那個男人要 所以那個男人要來解決問題 那個玉峰 玉峰在講說他讀書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小姑不聰明 既然是獎學金 幹嘛大學四年就畢業 對不對 五年 五年畢業 六年畢業 只要七年都可以 那每年就有得領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既然是獎學金 那已經沒有面書 已經畢業了 我本來就不用給你 如果你還要 你去考研究所 我再給你 沒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在這個小姑 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小姑沒有道理 對 沒有道理 但是太太 太太 當然照理說 她不應該出來講話 可是你知道夫妻一體 那這個錢 我的錢往外面留 不管留到哪裡去 我都會不高興 不管是留給小姨 還是小姨子 對啊 總是 所以太太會有這種信心 這個錢應該在我們家裡 是 鵬尉 你看怎麼樣 我個人覺得這個老公 要負起很大的解決 這種糾紛的責任 因為畢竟錢是他自己的 他當初答應給自己的妹妹 這些獎學金 那事後 如果老婆又比較強勢 那家裡也有一些需要的開銷的話 他得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我認為說可能這個原本 並沒有很充分的跟他老公去溝通 這樣事 如果有溝通的話 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因為就像剛剛大家所提到的 我當我知道我老公有一個私房錢 是給自己妹妹的時候 假設我可以做一個有效運用 不管是給小孩子的學費也好 或是我把它當成是一個家庭的旅行支出 他會覺得我是多出來的 這何樂不為 當然他會想要去爭取 但我是覺得這稍微沒辦法 那時候後果然說 買給你做獎學金 對 你台下就比了嘛 對不對 現在還要跟人家 原PO真的生氣是說 他跟小姑講那件事 他說我已經 原本已經有買一個東西了 我已經把這個錢當成 我要支出的 對 他聽到說 你怎麼把這個當成理所 其實我問你的重點是 你有沒有台積電 我慘的是 我買的是聯電 聯電也不錯嗎 我是被套的那一種 真的嗎 你不就更傷心 更傷心 所以我每看我跟他都不講話 你們還有賺錢嗎 我就虧錢賣掉 來 我們先休息 見廣告 聖美 你作為這個女性 你覺得誰比較大力 當然我兩個店都沒有 所以我來講一下 我的看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主題 是在於就是一個理所當然 我認為這個哥哥 從小就很照顧妹妹 因為小了十歲 所以妹妹也覺得 哥哥要把東西給他是理所當然 可是哥哥結婚之後 妹妹的想法 剛剛各位都有講過 就是我不管 你就算現在是結婚 你還是我哥哥 所以恐怕他也不會去思考 說我都已經大學畢業了 我不應該領這個錢 而且人家有家庭了 而且問題是 沒有沒有 現在有一個貓逆事 這就是我要譴責男人的部分 因為這個男人長期的 被妹妹視為理所當然 對不對 該給他錢 但他現在甩不掉這個包袱 因為我認為是哥哥都想要不要再給妹妹了 如果哥哥的心態也是這樣想 我都有大寶二寶了 我當然不可能再顧及到妹妹 可是我說不出口 所以呢 也不要去怪這個這個大嫂 為什麼呢 我認為是他去跟妹妹講的時候 他說不出口說 哥哥現在結婚了 哥哥現在都有二寶了 所以這個錢 我不會給你 不可能 所以他一定是拿老婆當理由 說不好意思 那個你笑對不對 很多男人不都這樣嗎 是 是 那個大嫂 這個已經把錢都已經付在大寶的幼兒園 這個不好意思 講半天 他就把鍋甩給大嫂 因為他會覺得理所當然 是大嫂的問題 不是我妹妹 我還想照顧你 可是是因為大嫂 所以你看這裡面不是講說 那個小姑跟大嫂大吵了一架 不是 跟哥哥大吵一架 你看這個哥哥 通常家庭是這樣 就是那個大的 常常他必須要無怨無悔的付出 對 照顧弟弟妹妹 覺得理所當然 對 你如果沒有付出 他反而怪你 第二個是家裡那個 比較賺比較多的那個 好像也要這個多付出 對 你如果是沒有付出 你如果付出是理所當然 如果沒有付出 大家就覺得你當生 無良心 無情無疑 無情無疑 對 有感受 對 有 有 來 因為我這邊是一個 也是一個朋友 結果他們是 這時候爸爸媽媽當初有說 就是說 家裡錢不多 就是這些錢你們要貸主 你們還有人選擇貸主要做什麼 結果這個就是選擇貸主 他就一直這樣 因為錢 還來到後要退到大學的時候 都要半工半讀 然後那個妹妹很愛唱歌 他就說那我要拿去訓練班去 去學歌 學唱歌 當然這個這個當下的 好像立芬嘛 學唱歌一定賺得多錢 要賺很多 要賺很久的就賺不錢 結果不是 去學唱歌 結果你知道那個年代 這四十幾年代 那個年代在這個應該講演藝圈 很難分 那進去真的沒那麼簡單 結果會分到後來就是怎麼樣 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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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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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後來就是很很很糟糕 就是變得好像每天都在砍 砍 砍 砍砍這種情形 好了他就會常常 偶爾時不時的就會來跟姊姊 好像說就一筆錢 剛開始都是借 借都沒還 借都沒還 但是姊姊都想說 反正這個妹妹這樣子 要不然就給他一點點 那就會就是偶爾就是說 這樣幾幾幾千塊 甚至萬年來得學藝 這樣就對了 但是後來有一天 那個妹妹他早來跟姊姊說 他早來引導 那個困難就說 他說我的朋友說 我 我的姊姊為什麼經濟這麼好 因為姊姊當然後來買房子 什麼種種 我的姊姊經濟這麼好 為什麼沒有提拔妹妹 為什麼沒有提拔妹妹 那妹妹提拔不了 因為妹妹煮不燙 那妹妹提拔不了 你也要拿一些給她 你不可以讓她這樣這麼艱苦 所以我的所有的朋友都這麼說 這樣來 就在那邊提拔這樣炒了 結果到後來連東西都這樣 好像說家裡的東西 這樣疲下去 當然沒有弄得很大 就是疲了 鬧得 哭鬧得很嚴重 直接沒辦法 後來姊姊怎麼樣 氣得不可以說 因為說不出來 他沒有妹妹 因為妹妹混過社會 才會說話 那姊姊說不通 但後來姊姊就怎麼樣 卡定的報警 因為覺得說 你不應該來我家裡這樣鬧 鬧得我 雖然說大家都沒人在 但是鬧這樣子 我也受不了 他就給她報警 結果報警警察也是要 他看出去這樣而已 就後來他們就申請 申請一個叫什麼 所謂的保護令 就是說阿拜你妹妹不行 來到我們家幾公車來 結果後來那個 那個妹妹你知道他怎麼做 他每次姊姊上班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譬如說 10公車還是多久 都在那個地方 那幾公車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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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姊姊要怎麼樣 你知道嗎 沒辦法啦 這樣很容易看 大家都知道 印字模樣 他就來來來 只有只好再把酒回家裡 後來再問他說 你到底是欠多少 不然你這樣一直來 用軟的也要買 那個叫軟的也要 軟的也要 軟的也要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結果後來他說欠10萬 10萬就好 對啊 後來姊姊給他 後來我們朋友就不再說那事情 真的男子膝下有黃金 那女兒啦 兩個是姐妹啦 兩個是姐妹 你知道那幾個結果 那幾十萬回去 是 周老師 你們家也算金模樣 你算比較厲害嗎 不過我比較認真 比較認真 我覺得你蠻靈光的 我從小 我覺得你蠻靈光的 而且很認真 但是你要寫一頓 讀書也認真 因為我從小在家裡 是應該講說 爸爸說這個不能做 我就從來不做 老師說這不行 我就從來不做 因為我們摩羯座的人都這樣 就是一個 今天已經想到 今天年初一定想到年底去 我不會 私慮比較遠 對我一定是想的 我人無言力比有盡優 我一定想很方便 所以我的事情 我都一定要做 所以我從來比較不會去摩群 你的經濟狀況 應該是裡面算好的 應該算是啦 對 前面來算應該是 要付出嗎 我的付出應該說的 妹妹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帶妹妹他們去日本旅遊 也算是 我也是這樣 你付錢喔 我小時候我付 我們第二的那個 第二的跟妹妹 因為以前我有經付 所以這次他們自己付 我妹妹那個我付最小 因為他這樣帶我去 結果他這回你知道 他還要寫個line給我 他說姊姊 我我的朋友都說 人家姊姊沒有這樣子 在對付妹妹的 所以我非常感謝你 非常感恩你 我真感激 我好寫一大堆 好啊好啊 又繼續寫下去 去日本怎麼會花多少 妹妹 妹妹這樣要付多少 我不知道付多少 因為 因為基票 對啦 這麼大 全部都要付幾天 去差不多十八天 十八天 十五萬跑不掉了 做那麼多人一定只有經濟艙 我自己都捨不得做頭等艙或是商務艙 現在大家經濟艙只有兩萬五 兩萬五 去日本要到 十八天一月算一萬就好了 住 住的話日幣應該現在都兩萬 兩萬痛 兩萬痛就差不多 六七千塊台幣 六七千塊 還要吃嘛 一天一萬 他們都算那個叫 所以你這樣要付二十幾萬的呢 要啦 一定要 差不多啦 差不多嘛 姐姐 姐姐 我也會感恩戴德 但我講實在話 這姐姐也有量 那個妹妹也不錯 妹妹事後很多的感情 對 有的覺得理所當 對 像我這個朋友 他 是 我非常切實 我們等一下來說 來 先休息進廣告 歐馬 周老師他付出 但是妹妹有感謝 這個很重要 對 因為他寫那個 那個賴給我 因為我這樣看到這麼露馬的話 文情並茂 看都夠了 我如果稍微客氣 就要去家夫婦 就是希望有下一次的意思 那他怎麼寫到你覺得 沒有啊 就是說非常感激 人家是不應該 不需要 你這樣看 我會覺得 你這樣請問 我這四人出場最快樂的時候 因為我們 因為他經濟比較不好 你說要出去外國這樣 就像我們這樣子的說 泡文庄 吃飯店 兩餐這樣子 吃懷石料理好像沒有啦 很困難啦 還在那裡 我們不是只有在北海道 我們是從東京一路這樣子玩玩玩 到東北玩到北海道去 把這樣子走的那個 做的那個新鋼線 你會幾個妹妹 我兩個而已 兩個就很多 現在這麼幾個要扔 對啊 謝謝高興 那個 所以這兄弟姐妹這種東西 你剛剛講說通常大的要付出 那我這個朋友他住在臺北 他爸爸買了一個房子四層樓都很大 然後三個兒子一人一層 對 然後他自己住一層 可是全部都是他在照顧 他是最小的 那因為他做營造可能有賺了一點錢 大概五十歲就退休了 然後所以每次爸媽有什麼事情 都是他照顧 都找他 如果老婆都找他 對 他說你有錢 你有錢 就是他 他的事情 他拿錢還有錢 對 可是對問題來講這爸爸媽媽 是我們三個一起有的 而且我們都在住在他的房子裡 那大家也應該付出 不然我出錢的話 至少你們要出力 沒有 其他兩個我完全不管 然後就他一個人在照顧 因為爸爸身體也不好 媽媽身體也不好 就招來招去 他有一陣子他覺得自己精神分裂 他會自己跟自己講話 你為什麼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要這樣 後來實在沒辦法 我就勸他說其實這種事情 你既然沒有 你最 當然第一個 你跟兄弟談判對不對 你跟兩個人談判 你們要是不管如何如何 但是假設沒辦法的話 我說那你就當作你是獨生子 如果你是獨生子 是不是你也是要這樣照顧爸媽 對啊 自己心境自己轉 對啊 對啊 只好這樣來想啊 對不對 這很難轉啊 沒辦法 你像像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的家裡也是一樣 父母 你有兄弟嗎 沒有 我孤兒子 對啊 因為 通常我自己會跟自己說 因為為什麼 我都一直跟他說 說白無節快興 沒關係 因為你現在付很多 醫生 你的下半輩子會更好更好 因為白無節很快興 以前我跟人家說也會這樣說 因為有人很優好 白無節快興 對 如果主公年 白無節快興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你如果優好 提供的背離 天會照應 會照顧你 你在優好聽說背後有看到 對 很多人又告訴我說那是騙人的 沒辦法 我跟你說真的 因為你的好 他不一定會照顧我 就是因為天空好 但是你會覺得說 你的整個過程中 你一定會比以前更好 比你以前更來更好 如果要把爸爸媽媽養飯的時候 要跟天空別人說我要養了 天空要幹掉 所以就是說這種 不然我們現在在這裡問所有的觀眾 所以他那個四層樓是爸爸的 對 那我們在問 我們在這裡問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們家兄弟姐妹 對父母親撫養付出的一樣嗎 對啊 有的根本就是一個人在付 對 比春就不會賣回來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沒有 可是大家都覺得你賺回來 你就比較有錢 本來就應該你賺 所以去吃飯也是 這紅衣比較有錢 叫他請 觀察完全錯誤 所以要那個什麼婦人稅 不是這樣來嗎 所以我們在講說 所以我們就通常在感嘆說 做子女的 住比較近的比較衰 有錢的比較衰 優惠會比較衰 沒辦法就是這樣 這件事情 其他人會自為理所當然 優惠就自己過不去 有的人就賺外賣 奇怪就有辦法這樣 對啊 對 撫養說我在撫養 到時候報稅 你還來說你要報撫養 真的 那另外有一種理所當然是發生在朋友之間 聖美就有感受到 因為我我自己本身是家裡的老大 我有弟弟妹妹 所以你們剛剛講那個氛圍 我深切感受 因為我長這麼大 我從來沒有讓我弟弟妹妹請過一餐 甚至於就是我結婚 他們的那個禮服也都是錢 都是我出 因為做姐姐的會覺得沒有關係 姐姐就付 姐姐就付 這個我是心甘情願 我現在講這個例子 是的確有時候朋友之前會講 你有感受到弟弟妹妹的謝謝嗎 會 他們會覺得 而且他們會覺得姐姐賺錢不容易 所以你還是覺得這個錢你花得蠻開心的 但是有一種關係是真的很微妙 我要講這個人是 我也把他當我的妹妹一樣 我的這個算閨蜜 她年紀比較輕 也是一個媒體的同業 然後我們感情很好 是因為我很照顧她 不論是在新聞上 在工作上 甚至於她從結婚生小孩離婚 就是她人生大事我基本上都有參與這樣 她常常會找我訴苦 然後這麼多年了 當然她也在媒體有其他的工作 然後我就是覺得說她離婚 又帶一個孩子不容易 所以我經常會請她吃飯 因為我覺得這沒有關係 我就說那個誰誰誰來啊 一起吃飯 每次都講 那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她會覺得就是說 反過來她也會說 順便來吃飯 那我就知道說 好我們吃飯 但一定是我出 可是再久而久之 是吃飯的時候 她會帶朋友來 也是我出 你買單 然後她帶她的朋友 永遠都是我出 因為就是理所當然 而且再來各位 他們也會覺得你賺比較多 我這個工作常常換來換去 反正就是你出 她已經誇張到就是說 後來她有一次是她女兒在打工 然後我們全家過年要吃飯 我就說那你來啊 我就找我這個閨蜜說你來吃飯 因為我就擔心她很孤單 她來了 然後這中間她點了一桌的菜 她說等一下我女兒會來 等等她等等她 我想說你女兒不是在打工嗎 她特地請她女兒請一個小時的假 特地請假 一定要來吃這一餐 但表面上你會覺得好像女兒很重視 我們家吃飯 不是 因為連我女兒都覺得說 她蹭飯得太嚴重 就是你不能一直這樣 她不只是如此 她甚至於每一次當她 因為她常換工作 她換工作的時候 就要我幫她介紹工作 她誇張到她有一次賴我說 我要去估重量公司上班 你幫我介紹一下 沒有說請謝謝 感覺就是我就想說天啊 我是媽祖婆嗎 就算我跟估重量吃了飯 我也沒必要幫你介紹 到她公司去上班吧 那你們這個能力咧 我有 這齁 那可以幫我介紹嗎 但我覺得你們兩個超靈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那種感覺是 至少你要還有一句謝謝 對 但你是用 你知道就是指 媽祖婆媽也要那些改變 對 改變 她說我要去 而且她是直接 我要去過重量公司上班 你幫我介紹 就這樣 那個簡訊我沒有回她 因為我覺得這有點 我怎麼回 我覺得有點誇張了 那之後呢 有一次她就說 那個我們最近應該要跟誰誰 我們共同一個朋友 吃飯啊 好她又來了 好那一次吃飯 我就下定決心 我絕不站起來買單 你知道不站起來買單有多困難嗎 很尷尬 我們通常是躲到廁所去 我們去上廁所 然後很久不出來 出來人家就買完了 可是你知道那天有四個人 其實四個都是女生 而且另外兩個也是媒體朋友 而且那一桌 她又挑很厲害的餐廳 那她會想當然而而 因為我平常習慣就是說 要差不多了 我是不是單拿起來就那個 然後那天點菜永遠是她 然後她點了一桌菜 帳單她會叫服務生放在我這邊 你看有多誇張 那那天呢吃得差不多了 然後兩個媒體朋友說 我們那個要走了 她說要走了對不對 我沒有站起來 你知道我在家裡練習很久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絕不買單 我絕不買單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看著我 然後就大家都很沈默 因為那兩個人是被請來的 照理他不會起來買單 然後而且這一桌很貴 起碼要五千多 然後他就裝作神色自若 因為人是他找來 所以他就一直聊天 就發現我都沒有要起來的意思 一直撐到餐廳要打烊了 因為人家中午都有時間的嘛 要打烊 然後服務生已經過來 我桌上拿帳單了 我還是沒站起來 終於我這朋友忍不住了 這是我認識他快二十年了 第一次他從他的包包說 我來附了 我這裡有一個五折卷 他有備而來的啊 不是 他沒有有備而來 他不是有五折卷 他還要省著用 對 太瞭解了 他應該是常常在這裡蹭犯 所以他已經有那個卷 但他打死不要 但我有五個讓他很默默 就把他 如果他問你說 那姐你怎麼不起來 站起來 他不會這樣問 這樣不禮貌 因為還有兩個客人啊 他的客人 他的朋友 是他料來的啊 你就講說腳麻了 怎麼站得起 那一次讓我印象深刻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後面還有更誇張的 他沒有工作了 他又來問我了 上次是估重量 其實大家都不互葬 這個事情是嗎 真的是蠻尷尬的 同意到你有這種經驗嗎 不是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會看看就說 不是你應該 因為你互習慣 所以這件事我有檢討我自己 是不是我讓他覺得 他對我的餘取與求是理所當然 後來他沒有工作 他又到了我們圈的一個非常有名的公關公司 去工作 等一下繼續說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阿森 妳的故事還沒有完啊 對 我先打岔一下 因為講到付錢的問題 我覺得我的原則 不要請朋友吃飯 一餐都不要嗎 一餐都不要 像我在臺北有一個玩家俱樂部 在臺中有一個完美人生 在高雄有一個打狗美食會 其實都是大家聚餐 聚餐就是每一個人輪流負責去找餐廳 你找到餐廳 今天吃多少大家平分 這是最好的 因為今天就算你請我 我現在我也有壓力 我下次回請你請比較便宜的 不可以請太差 對 下次你請便宜的 你可能心裡面罵 我請貴的 我自己又捨不得 而且好跟不好 那個認知差很多 是啊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主辦人 你去找一家餐廳 然後我們每一次 就是大家各付各的 而且我們以一千塊為上限 那有時候喝酒 他說 今天喝這個酒應該百利商店買的 現在在日本 他們餐廳一定 那個在買單的時候 他們都把他所有 譬如說你們今天來了五個人 他們那個單都會打五張 就是等於是大家各付各 他們會選擇 都都是個人 個人 可是我覺得這樣才能長久 因為這樣每次聚餐來 大家都沒有壓力 大家就高高興來吃 如果你介紹的不錯 大家吃 因為每一個人知道餐廳也有限 所以大家輪流去找 輪流去吃 我們就用靠這個制度 一直呼一吃 有道理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說 可能我一廂情願地認為 我應該是他 至少他生命中滿重要的一個人 我剛剛提到說我們不只是朋友 我甚至就是把他當妹妹一樣 我就一路照顧他 因為我會覺得我父也是 因為就覺得他的經濟環境 就沒那麼好 感覺啦 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錯覺就在於 就是說我一直認為 我對他來說應該蠻重要的 那我剛剛提到 他後來又沒有工作了 然後他就到一個 我們圈內很有名的一個公關公司工作 那個公關公司的老闆 還真是我多年的好友 我介紹他們兩個認識的 所以這個工作是不是因為我 他就去了這公司 好 我前年摔斷了腿 我骨折 然後這個這個事情 因為有上新聞 這個公關公司的老闆 一看到不得了了 他就他就趕快賴我說 那你還好嗎 你等一下 畢竟多年好朋友 還是會問候 我這個閨蜜一句話都沒有 但是我這個閨蜜 已經在這個公關公司上班了 對不對 老闆都知道 他應該知道 老闆就問他說 你沒有去問候聖美姐嗎 他說然後老闆就說 你是不是該去約他 我要請他吃個飯 意思是說 然後他才來問我說 而且他不是問我說你腿好了 他說我們老闆要請你吃飯 你什麼時間有空 然後當時我也覺得說 我也不想去吃這飯 為什麼 因為我腳上都還是那個輔具 我根本不方便 我最後一次替他著想 是覺得說 如果說拿一支龜 還包酒鍋 去吃那種飯 我們覺得說我們不知道先要我 沒錯 我還坐輪椅 我坐輪椅 可是我當時很好心的想法是 我也不是在乎這三飯 而是你剛去人家的公關公司工作 人家老闆要請我吃飯 如果你是我閨蜜 你都請不到我的話 是不是你也沒面子 因為公關公司在乎這個嘛 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 好 那我還是去好了 我還記得那一天是我生日 照理說我生日 我應該跟我家人過 我都不想出門 我還斷腿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 那天我女兒就幫我推輪椅 推到那個門口 然後我還慢慢的就這樣子 那真的就是你說組這拐杖 我就上去了 好 那天吃飯是這樣 老闆 他 我就坐在這 吃飯當中吃得差不多的時候 他就拿出了一包 看起來是禮物 顯然是他幫他的老闆 準備了一個禮物要送我 他的老闆不會知道那天我生日 他是我閨蜜 他會知道 他就把這個東西給了老闆 讓老闆送給我 這就是公關公司該做的場面 所以老闆就很高興 還有站起來 就說聖妹你要多保重 這包都給你 然後好 那天的飯局 很簡單就結束了 那我回去 我是不是至少看一下禮物 那天我生日 我打開是個保養品 但過期了 然後顯然那個東西 會不會那個東西是成年會比較好 那不是高粱還久 那個東西顯然是 成年造星 成年高粱 他們公關公司要送給媒體的禮物 堆很久了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我care那個禮物 是我從那個禮物知道 我在這個閨蜜心目中 就是一個過期的保養品 你看那樣納豆也是要發笑 如果 納豆還對身體好 洪一大哥 如果可以稍微安慰你的話 我跟你講黃越崔老師碰到的事情 有一個女生 我們也算是名人 送他一條名牌圍巾 這是很大的人情 不錯喔 對 可是黃老師 人家當初也是豪門巨致 一掛上他就知道這個是二手的 他用過 二手的 對 為什麼會知道 他們 他們好厲害 對啊 我們我們用三手 我們也不知道 用過 用過 你沒有安慰到我 二手的圍巾還可以用 或一些保養品就不能用啊 是不是 好 那這個理所當然 這個宏偉是有個異性朋友 你覺得 讓你感受很深 是 因為我一個人很喜歡 獨自去澎湖旅行 我一年可能會去個三四次 那在澎湖也算熟門熟路 當地的民宿啦 餐廳老闆都認識 然後有一次我剛剛就心動說 我過幾天要去澎湖玩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 我們認識差不多約莫兩三年的時間 平常也會出來吃吃喝喝 就很單純的異性朋友而已 他就說你要去澎湖 我十幾年前去過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去 我想說OK 反正他還強調 他自己是一個好女伴 因為我們平常就只有吃飯喝酒 會在一起 但根本沒有說真的出去過夜的那種關係 然後我說好 那我就幫你買機票 然後幫你處理這個住宿的地方 那我通常因為我寫的內容 回給他訊息是說 那我幫你訂這些東西 有用到幫你兩次 但從他下飛機到住宿 要選擇房間的時候 他自己去挑比較view 比較好的房子 那因為我去只有去三天兩夜 他從頭到尾沒有提到說 要給我機票錢 房子的錢 那我想說那也沒關係 反正就等於是多一個人陪你去伴遊的概念 我那時候心態會變 那是不是覺得他想跟你住在一起 其實沒有耶 因為他那時候一直都有一個曖昧的男生 所以呢我很清楚他現在目前是有喜歡的男生 所以我也才會因為這樣子答應他 讓他跟我一起去 因為我們就是分得很清楚 只有你們兩個 只有我們兩個而已 但是我們是住不同的房間 我就知道苦鈴一定會有反應 那因為我心態是很正常的 苦鈴是很敏銳的 他馬上可以問 有貓膩怪怪的 或許我期待某些東西這樣子 其實沒有 然後呢在過程當中 比如我找餐廳 就是一樣是我付錢 然後他早餐又只吃水果 然後變成說我們要去澎湖的馬公司 去找水果湯或是7-11 然後去7-11結帳的時候呢 他自己買他這些東西 因為我沒有東西 我就很輕便 結果要買那個香蕉啦 還有柳丁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等我 付錢 對 我就這樣 裡面沒有一樣是我的東西 他就這樣放著 然後我就拿我手機出來 那你幹嘛拿出來 因為很尷尬 就像剛剛順便講的 你電源在旁邊看著你們兩個 女生就這樣子 你尷尬什麼 包括電源三個你就處在那裡 最後電源就付錢 看是你撐了久了 對啊 人家跟我學 屈言自己倒假 我就給他裝 等一下 我有問題 那一定很漂亮啊 身材還是好 是真的漂亮 是老實說是真的漂亮 那就要了 他搞不好還是等你付錢 這麼多錢 對 合理 所以我說 反正有人在旁邊 陪我們一起去喝咖啡 去逛海邊 對我來說是個附加價值 你知道找一個伴有要多少錢嗎 用這樣心態想會比較健康 對啊 你買點7-11那個算什麼 可是呢 我為什麼後來那三天 其實很不開心 因為我在澎湖都是習慣 穿短褲 拖鞋 騎摩子 很舒服嘛 那我不可能因為他去租一台車 因為你澎湖租一些小車 都可能要一千五到兩千左右 也不便宜 對 然後我都習慣騎摩托車 因為你停車也方便 你要到哪個景點下車 好像很方便 然後呢 那一天我就是騎摩托車 我們去附近海邊騎摩托車去 他說騎摩托車 我說對啊 他說我人生當中最討厭的一件事情 就是被男生用摩托車載 我都說那怎麼樣 那你在我 那你在我 我那時候真的很火大 他說你不知道那個安全帽 都是人家戴過的 而且會曬太陽 而且澎湖又熱 他就覺得會有味道 可是安全帽人家戴過沒有關係 你聞聞看 有消毒 然後我當下騎死了 因為我只去三天兩夜 到從下飛機開始 從選房間開始 到買早餐7-11這個事情開始 後來到那個摩托車 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火大了 我說我明明一個人來好好的 然後你要說你是一個好旅辦 我相信你是好旅辦 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幫你訂了飯店 那你不出錢 那我也認了 你知道嗎 那一天剛好澎湖下大雷雨 然後他隔天起來的時候 他就臉非常臭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因為我手機白皮 他說為什麼 他晚上去拍那個大雷雨 說他手機壞掉 然後他就要我去打電話到澎湖馬公 當地的手機店 說這怎麼處理 他手機壞了 壞了 他覺得他沒有手機活不下去 然後打到手機3C店 他說你這個可要換螢幕 然後他又不死心 要我打電話到臺北的蘋果專賣店 還有比價 不是比價 他想要說去怎麼去維修 是不是可以線上 重新灌軟體什麼的 就他一整個下午拿著 我的手機去跟蘋果電腦 講了三個多小時 我在旁邊已經很不耐煩了 然後因為他一直在對他 我是不是要下載什麼軟體 我現在發了一個E-mail給你 然後呢 一直到傍晚四點多 我再受不了說 你要處理到什麼時候 那我原本下午要去什麼景點 吃什麼東西 我現在完全都沒辦法動 如果你要這樣子 我就回房間 那就處理我手機留給你好了 這很不死心 他一直搞到七點多 那我那天晚上 因為只剩兩個晚上 我就說你再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回台北 因為整個那個度假的氛圍 都完全沒有了嘛 他後來發現 我有點沒送了 他說好那就算了 那我回台北再修理好了 結果你知道嗎 我們下飛機我想說 他要自己去修理 因為他有去登記要去修理 結果呢 我不要坐車回家 要各自回家 他說因為我的手機的那個轎車 都在手機裡面的系統 那你可不可以順便車我一起過去 那個維修店 我就想說你不是有現金嗎 對啊 你叫個計程車就好了 去維修店就好了 他還硬要我去繞路 送他去修這個東西 很氣喔 都是你的錯 真的 你不知道有工具人 為什麼苦靈說都是你的錯 等一下再來 先休息一下 好 苦靈為什麼覺得 都是宏偉的錯 你不在乎 帶一個這麼小的小孩去旅行 這個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要遠離誘惑 對 所以那也許在這個女生那裡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旅辦不好 什麼好旅辦 我未婚的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帶一個女孩子去玩 訂兩個房間 我說你去幫我訂 因為在國外 結果他回來 他說我只訂了一個房間 我說這房間沒有了 他說我是覺得不用那麼浪費 這樣就知道那個意思 對啊 這個有進口 所以你們兩個訂兩個房間 就算了 然後你兩個晚上 你也不久 你要過來 也不過去敲門 人家好命 你放在那裡 你不懂 對啊 他當然要想辦法折磨你啊 你這樣對他是不尊敬 我要檢討 對 你去求婚 就算他拒絕你 這對他也是一種禮貌 至少有問題 對 你至少表示說 你有讓我動心 有道理耶 結果你連動都不動 根本 你是把我當男生 可以當男人嗎 對啊 對 所以 他放得過癡 他以前來上過節目 他說他有跟一個女生 剛開始約會他很喜歡那女生 結果他們也是住一個飯店 一個房間 結果他都沒有動他 然後那女生後來很生氣 當然會生氣啊 對啊 罵他說 罵他說 你連禽獸不如 動手就是禽獸 沒動手就是禽獸不如 OK 那另外是裕豐 這邊還有一個例子是 人妻也PO文說 老公去台積電上班 對 人就變了 怎麼樣 又是台積電 這一個先生呢 也在科技廠上班 可是以前不是在台積電 他是在小廠 那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他太太記得 那個時候結婚的狀態是 沒車 沒房 然後也沒有婚戒 也沒辦婚禮 就登記而已 然後就去 可是很陽春 對 很陽春 然後結婚之後 兩個狀態是很好的 因為先生也很準敬他 那你後來應該是做RD 然後跳三轉四轉 就到了台積電去上班 去了台積電就不一樣 動不動就發脾氣 動不動就罵他 然後因為他們有輪班的一個狀態 有時候半夜要出門什麼的 那太太也知道你要輪班 但是還是會問 他說你上個月不是才剛輪過嗎 怎麼用那個 就匹配給他 然後就媽 你什麼都不懂 你不懂你就點點 然後反正狀態 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然後甚至以前有那種聚會 夫妻就是要一起去 然後這個先生現在來講 就才會問說那你那些朋友 你那朋友的老公在哪裡上班 蛤 那個是我們的下游廠商 那個跟我們不是同一個 就不去 然後在家裡就是常常也對小孩子 大小聲 他就覺得說因為他在台積電上班 他賺的比較多 然後你們都不能夠吵到他 老婆也不能問他問題 小孩不能問他問題 因為他的精神狀態就是很緊繃 可是他這個太太就上網 PO文說怎麼會變那麼多 以前沒車沒房沒婚戒 沒婚禮結婚是好的 你去上台積電 簡單來講錢比較多 可是沒有了生活品質 那現在來說當然 他為什麼臀論 就是因為還有一個小孩 可是他問網友一個問題是說 可是在讓小孩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 真的是好嗎 會不會到時候學到他爸爸 那個樣子 我們社會這條路不一樣 或是公司不一樣 是不是有的人真的就變了 一定的 就覺得他高高在上 對啊 比較拚敗 苦林怎麼看他的人品 這個我之前剛去美國 就去舊金山灣區 那我也去參觀了Apple跟Google 然後有一些科技界的朋友 他們很看不起臺積電的員工 對 他覺得說你就是錢多嘛 但是你就是一個藍領勞工而已 對啊 你做的事情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那你就是錢多 而且你事實上 你犧牲了你的生活 你要二十四小時待命 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說生活才是最重要 我賺錢不就是為了過好日子嗎 結果你現在為了賺錢 把你的生活幾乎完全犧牲了 他們反而覺得在臺積電工作的人很可憐 所以這看什麼從角度看 但是我覺得不管從事任何的行業 你都沒有理由可以看不起別人 對不對 你這人是一樣 人家是平等的嘛 對不對 你那如果照你這樣講 你可以看不起人 那比你位置更高的是不是也可以看不起 對 何況 後來他太太去那個揮打了 NVIDIA 你根本講什麼話 你說你還要做我的 你還要說拿我的訂單 所以我覺得這個夫妻之間去 像這樣的人其實基本上是人品有問題 對不對 就是我們講的 你也有狗眼看人低 尤其是對自己的太太 你今天就算賺很多錢回來 你太太就算沒有工作在家裡上班 他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沒有比你小 對 你帶小孩要花多少錢 你請兩個包 請個保母要花多少錢 人家來幫你打掃家裡要花多少錢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 這個平常幫你買東西幫你 如果有一個人專門幫你買菜 幫你煮菜 煮飯 這要多少錢 晚上的事情 因為一人出錢我們就不算了 光算前面這些 他的貢獻不小 我們他會有個誤解說 男人賺錢回來 然後女人好像什麼都沒做 其實女生做那個工作更新 你說雖然他沒有什麼技術層面 可是他是日復一日的 而且他沒有成就感 你有被 你有被歐落過 你洗碗洗得真好嗎 沒有 對 所以其實所有的丈夫 不管你有多高的收入 對於housewife 對家庭主婦來說 包括我們的社會 都應該對家庭主婦存在著敬意 何況他們很多人是因為 其實自己是可以發展的 像之前我們講的那位 他是有可能去 要可以去讀 為了照顧家庭犧牲 不去讀博士的這種也很多 或者說放棄他自己的事業 所以我們男人千萬不要這樣 其實臺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 其實是不順利 不順利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在那邊找不到員工 所以有很多員工從臺灣送過去 對 他們簽的比較 不是很長期 不是很短期的 約大概三五年這樣 因為那個 在那個設廠的地方 AZONE 鳳凰城的北部 其實是很荒涼的地方 除了廠之外 幾乎沒有其他的設備 就很像那個Alban海默的電影裡面 他們做原子彈那個地方 對 那而且你知道那個鳳凰城很熱 鳳凰城熱的時候到什麼地步 就是說你開車出去 在中午的時候 你不用帶鍋子 你只要把蛋敲在引擎蓋上 就熟了 加點鹽巴 這樣子 比較好吃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說美國的認為最好的人才 一流的人才都跑去做軟體 像剛剛庫林講Apple Microsoft 這個Amazon 然後這個Google這樣 為什麼他們薪水很高 他們薪水高 至少 他們就做軟體的人會覺得說 我幹嘛去做硬體 硬體要敢扣 對不對 什麼三班制 然後又是藍領 我是用這個的 他們的觀念是這樣 所以這個在那邊比較目不到人才 那在臺灣是我們的年輕人很棒 就是說公司叫加班就加班 對 三班制 還有大夜班 我們臺灣經濟拚起來 說起來還有我們這樣的年輕人 這樣的就是員工 幕後的黑 很願 幕後的英雄就很願意犧牲 說起來這邊 這邊四位切三個抵擋 你知道臺季電到什麼地步 老闆不叫 大家就去工廠 就馬上去看說有什麼東西要修理 什麼東西要修正 你知道嗎 臺灣有這種精神 在美國 誰你娘 他不會講說誰你娘 他說明天八點上班 現在不是我上班的時間 不過真的在美國看過 那個工人掉起重機 掉起來 然後就停住了 我說你下班了 下班時間到了 他這樣下來就完了 他就停住就走了 絕對不會晚一秒鐘下班的 是 是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進什麼公司 如果這樣的話 他以後如果真的要讓他進Apple的話 他又瞧不起臺季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工作無分貴賤 對 這樣子 那這個洪偉這邊 你自己當老闆 是 你說員工會把你騎上去 我真的發現說當老闆 並不是想像中的光鮮亮麗 很有面子 那因為我都把我的員工 當成是向家人對待 你的淚水再等一下掉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來 這個洪偉 是 一開始我在開生意地的時候 我很認真 因為畢竟以前 參救館 對 我寫得很認真 我要寫員工守則 寫了八九頁 把這個員工什麼東西 獎懲辦法 鼓勵的東西 獎金辦法全部都寫上去 那什麼東西你違反公司的規定 都很一情二楚 就是你unboard detail 我就會給你這個東西 讓你去遵守公司的規定 那只是因為我的店很小 我後來也屬於比較不會那麼硬性規定 說公司該怎麼樣 就怎樣 像我還要設計價單 離職單 什麼單 我都已經自己設計好了 考評考期表我都設計好了 然後因為人數少 我想說大家就是像朋友 像家人一樣 也不要去硬性規定 所以給了員工很大彈性 我彈性大到什麼程度呢 譬如說廚房的採滿 你只要在五千塊以下 你不用跟我報告 你自己去買 對 就是你方便就好 因為我不懂煮菜這些東西 有些東西是你很急著要去 你就去弄 那你要請假 你就去請假 我也不會問室友 你就將錢就請 那你只要我 你的人力 後來他們買回來的都四千九 然後員工出國 我還特地跑過去銀行換外幣 給他們當零用錢去花 做成這樣子 對 員工譬如說我要減肥 想買瑜伽電 我就直接網路訂瑜伽電 送到他們家裡去 我想說人是將心比心的 那因為老實說廚房小小的又熱 我們也體諒他很辛苦 再加上這幾年餐飲服務業 真的缺工得很嚴重 你也不好意思 對他有過多的壓力 要求 狼拍槌 對 像我這邊 我就遇到兩件事 其實讓我覺得這當老本 是真的很委屈跟辛苦的地方 通常我們五點半 那廚房會煮員工餐出來 那我們大家就聊一聊 今天定位的狀況 那昨天是不是有要改進的地方 順便就是說 今天要push哪些菜 有什麼客人要來 那這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鄰居 鄰居員工之間的相信力也好 然後去把這個工作 該做的是安排好 那因為確實他有一段時間 真的很忙 然後我也很體諒說 我看你在廚房還在忙 那我是不是就叫外送 你今天就不要煮員工餐了 我就叫外送 因為外送的費用一定比你自己煮員工餐來的貴很多 然後他就不理我 不理我說我叫外送 OK 你想吃什麼 不理我 OK 我知道他可能在忙 那我就自己叫了 結果第二天 照道理是不是也要再做員工餐 也沒有 他就等我在叫外送 他把它成理所當然的 然後因為我們通常我們那三十分鐘 吃員工餐的時候是要討論 有什麼東西是缺的 有些菜是沒有的 然後他後來也幾乎都完全不出來跟我們討論 那我就設計一張表請他幫我填 今天要推哪些東西 哪些缺什麼東西 他竟然叫我外送員工說 你們進來問我 我懶得寫給你們 因為這道理是因為他最清楚 他今天希望我們幫他push什麼樣餐點 我都表單都設計好了 請他就是你花個兩分鐘填給我們 那你還要我當一個老闆進去問你說 今天缺了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沒有要幹嘛 那我會覺得說好像我們之間的共識的模式已經走遍了 完全走遍了 那前陣子呢 剛好就是當上員工少了 然後我們以前定位的話 就是八個以上 我必須先配菜配好 比較方便讓廚房去出餐 我現在連四個人都要配餐配好 然後客人的定位 譬如說時間都密集在七點說 你可不可以八點再來 我幫你把那時間錯開 讓廚房能夠不要手操 一次面對這麼多客人 然後呢 我認為我已經做得很貼心了 甚至有些餐點 我就說這兩座就配一模一樣 那一次處理不會出錯 那也比較快 那那一天我被他在廚房罵 他罵你 他罵我 那一天外面客人都在外面 然後突然他在裡面 罵了東西 這發生什麼事情 是因為我有時候會很有默契 所以說比較複雜的餐點 我不會去點 怕他太忙了 我都會點一些比較簡單的炸物 丟下去調味調一調就好了 然後那天來了一組馬來西亞客人 他前面四樣東西 因為都比較複雜 然後我就故意跟這個客人講說 這個賣完了 賣完了 賣完了 到第五樣 我已經不好意思了 那馬來西亞客人就說奇怪 我餐廳是什麼 要什麼沒什麼 然後他點到第五樣的時候 我就說這可能要等四十分鐘 你願意等嗎 沒想到他回我他願意等 我要點餐的時候 我就抱著一個很忐忑不安的心 你知道嗎 我就點下去 逼 後面出餐當跑了 他就在裡面說 不是說好 複雜的東西不要點嗎 超大聲 我在前面櫃台 我都聽到他在後面講了幾句話 到底是什麼菜 其實就是牛肉丸 其實我們牛肉丸是確實絞肉 他必須現場去弄 然後要拍打才有彈性 然後雞蛋要裹一些蛋清 比較複雜 但是我在外場 我已經面對客人滿臉的問號 你們家不是賣吃的嗎 我點了四樣東西都沒有 好不容易點了之後 我就趕快進去 因為他們店最有名的菜叫做賣完 對 在招牌上 然後我就先跟客人抱 我說不好意思我們家那個廚房廚師 廚師可能是就是地獄廚師 比較 這樣可以 撥燈 然後進去 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外面客人都聽到 你在裡面大吼 我說不是說 他已經看到我進去 他的火氣還在這邊 我說不是說好 不要點複雜的東西 我說某某某 你不知道我在前面應付客人 你不知道狀況 那我好不容易 我說服客人說服不買單 然後我也跟他講說他願意等四十分鐘五十分鐘 我點了這東西 你是出不出來嗎 你出的時候我又沒有催你 沒錯吧 而且我最後講一句說 我是老闆 難道我希望你出這個菜也錯了嗎 然後他其實他當下他火氣還在 好了不跟你講 你出去 他就叫我出去 他叫我出去 然後我出去 我就跟所有的客人安否說不好意思 因為裡面很火爆 老實說很火爆 我就沒說不好意思請你喝酒 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下班的時候他也不跟我打招呼 他就一靜置了就回去了 然後我想說因為他的情緒 確實比較高漲那時候 因為我個人就等到他隔天來的時候 我再去跟他討論說昨天發生事情 那是不是我們這東西 是不是要心態態度要檢討 結果他隔天的時候就跟他講說某某某 你看我們公司一開始來的時候 你請假都會寫訊息說老闆 我下禮拜要請假可不可以 結果你看你現在請假 我有時候當天我才知道你請假 就變成這個制度其實也我有問題 當天才請假你廚師怎麼辦 那時候還有其他的廚師 但我完全不知道他有請假這件事 我說你真找不到老實講 那天我可以帶一下 牛肉王我也是 我找雞姐來弄 我比較喜歡那個瑜伽店 然後我就說你看喔 你要早下班 他都可以提早下班 他之前說要提早下班 老闆沒客人我是不是提早下班 他都會問我 他現在後來都完全不問 他沒看他就自己離開了 就搞到好像是一個沒有約束管理的 一個狀況 那像你昨天發生這個事情 我目前兩條路 我們還是完成完全按照 我們當初的遊戲規則走 還是說你還是希望維持彈性 但是你要給我必要的尊重 他後來選擇還是要有彈性 他會尊重我 但是到了一個禮拜 我們兩個又吵架了 不過你講到尊重 因為我也當過老闆 不要看我這樣子 我也當過老闆 我們沒有看到你怎樣 布林大哥我沒說什麼 我就是先講 因為以前跟朋友在臺中開咖啡店 你知道那個店員多難應付 那種女生 外場的女生 他放咖啡客人的時候 他就稍微用力了一點 然後我事後 我看到我事後跟他 還是在沒有人的地方 跟他講說妹妹 你以後放咖啡客人的時候 你要放輕一點 然後那個把手要向著右邊 讓客人比較方便喝 他也沒有講話 第二天沒來 我打電話去問他說 你為什麼沒來 他說你不尊重我 就這樣啊 然後因為店之後還有一件事 店裡面因為有時候有些奇奇怪怪的人 因為我們就在臺中那個金明一街 那邊有些奇怪的人會來 會來騷擾什麼的 我就裝監視器 外場內場全部跟我抗議 說我們不要監視器 我說監視器是為了安全 是為了你們好 怕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天內場一個外場三個 童童沒來 我去問說怎麼回事 他說你不相信我們 他說我是要監視他們 不是要為了要保護他們 所以像他這個 所以後來就不幹了 我有來你就把那個餐廳關了 把店頂掉 那我那個那個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很喜歡吃日本料理 那臺灣那個臺中 在臺中日本料理 大家是不是跟著餐廳 這是跟著師傅吃的 師傅轉到哪一家 我們就去哪一家吃 那他自己愛吃 他就開了一個日本料理 也請了一個不錯的師傅 然後師傅第一天就刁難他 我們中午去會過 我們中午去吃 然後出菜出得很慢 我們還沒吃完 所以說還有兩道沒來 我看師傅已經從窗戶外面走掉了 所以他當天就把餐廳關了 他只開了一天 只開了一餐 對 他只一日餐廳 我們現在看到他都還在笑他 他以後敢問我這麼做 我開到你去 我就是不要受你這個氣就對了 所以其實老闆受很多氣 不過現在老實講 這個就是供需關係 真的是讓老闆的地位 對 往下走 員工地位往上走 對 我的朋友看到他 都以為他是老闆 因為他氣勢走進來 你叫我出去 走進來那個氣勢 因為就是有餐廳 覺得服務生的態度 跟以前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就是服務水準往下走了 是 然後就有人去投訴老闆 老闆說 淹來這個 我已經淹很久了 對 我淹很久了 都找不到人 真的是這樣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育豐你們爸爸媽媽 住新社區 對啊 因為就是年紀比較大 這個舊公寓也不方便 然後呢 因為我現在雖然沒有工作 但事情有點多 然後因為沒有管理員 沒有工作 事情有點多 收入也有一點多 對 邏輯 有一點 爸爸媽媽媽都不寫LINE 電話卡著就涼了 沒有在寫訊息 直接要找禮就對了 對啊 你不能不接啊 不接 打打打打打的就一起來啊 然後接了 怎麼怎麼樣 你倒下去就看到 哇 這還滿權威的 對啊 你知道嗎 趕快跑回去 他說你幫我看一下 這個包裹是什麼 我每天幫他開一下 看包裹 他會自己開啊 看 看一下 他說到底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兄弟姐妹嘛 他到底是誰誰訂的嘛 我就說這真的不行 後來就 就是去新的社區 至少有物業有管理員嘛 對不對 好 那爸爸幾歲 爸爸七十 七十歲 七十歲 年輕啊 對啊 蠻年輕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去那邊 應該就比較沒有狀況 你準說如果他跟你 卡定位你不接 會怎麼樣 他會在我的臉書下面留言 直接公審耶 阿隆留言你寫什麼 就是 有事找你 逗點速回 好可愛喔 既然你都可以寫這麼多字 你要不要寫一下 什麼事 那你如果再不回呢 速回然後你還沒有回呢 因為你有急事嘛 可是好像也不太 我也比較不敢不回啦 不敢啊 對啊對啊 所以還是要回去 就想說 就 新的社區有物業啊 有保全什麼都很不錯啊 可是事情還是有點多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說難道那個主任 直密都沒幫你做嗎 然後他就說 後來才知道說是我們那個社區 因為新的社區他都有Line的群組 對 然後呢就有一個住戶 一個女生 四十幾歲 就會常常請我爸媽幫忙 對 他嘴巴很甜 幫忙什麼 各式各樣 因為他們那邊如果說 如果收東西有沒有 就是保全 他是不會幫你貸付款 他就是說你你貨到付款 他是不不幫你簽的 因為很怕說 如果到時候是詐騙或什麼 所以他就會請我爸爸媽媽去收 他爸爸媽媽就很勾矣 人家跟他講 他就這樣子喔 就去坐在那邊等 等 然後呢後來有一次收到一個東西 好人家 對 他有一次收到一個東西喔 然後其實那個小姐 他也不確定 是不是他訂了保骨 後來果然就是個詐騙 然後他錢不給我爸媽 然後我就想說算了 他幫他收了 那錢不給你爸媽 我爸媽就幫他付了嘛 他說這個詐騙 這個我沒有要 然後就算了 對 算了之後啊 然後我就跟我爸媽講說 你們在Line的那個群組裡面 就盡量不要搭理其他人 因為他也不是說 會謝謝你或什麼東西 他只是嘴巴甜一點 然後爸媽就知道 就不太理他了 那不太理他之後 這個女生就是把所有事情 當理所當然 他還看到有一些就是 獨居的 然後他都會有 那個四十幾歲女生 沒有沒有老公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是一個人 那為什麼他不找別人 找你爸 沒有他在群組裡面啊 他就在群組裡面 一開始都很有禮貌 哎呀不好意思啊 各位請朋友 我下午有什麼什麼事情 趕不回去有沒有 誰在可以幫忙的 那我爸媽就想說 反正他們都在嘛 就幫忙 結果等一下是你爸 你媽 我爸媽都有 爸媽都有 對 他們退休了有時間 對 不要想太多 後來我剛才講說這種人 他把這種東西視為理所當然 這種東西 對啦 你不用理他啦 結果呢 後來呢 又有其他的受害人出現 就是有其他的那種 獨居的老先生 或老太太 還有移工在照顧他 然後呢 他有時候就說不好意思 你們那個啊 瑪莉亞 還是你們那個那個 誰可不可以 幫我清一下家裡 哎唷 我還可以這樣 你們叫的外傭 來給我用這樣 對啊對啊 然後就有人就講說 反正也沒關係嘛 反正如果他去曬太陽的時候 就是請他們去幫忙一下 得寸進尺 得寸進尺 然後後來人家就講說 不可以這樣 這樣子如果被人家知道的話 搞不好你這個會被取消 這是不行 對 這是不行的 好重點來了 他就直接恐嚇這些人 就說你不幾點 就是今天下午幾點幾分 然後要處理大廳啊 處理什麼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去勞工局檢舉你 檢舉什麼 檢舉就是說你那個外傭有問題 你那個移工有問題啊 有些人有些人的是 是過期了 只是說就是照顧得很好 然後就希望說 這個人可以繼續 繼續留下來照顧好 這居心捧測耶 對啊 然後這種很可怕